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好了 大家已经进来的数字中心了 然后来到数字中心呢 进莫高阔之前还可以看一个数字电影 这数字电影主要介绍的就是莫高阔的一些文化 主要这些 然后我们现在再往前走 然后来到这里呢 大厅还是可以拍的 但进去里面就不可以了 包括电影啊 包括莫高窟里面 外景都是可以拍 刚看完了两部电影吧 然后现在就准备上车去看真正的莫高窟了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坐上车 上面等待那个去看真正的莫高窟了 刚刚看了两个数字电影吧 其实光是在数字电影也是让我蛮震撼的 这两个数字电影呢 主要就是介绍莫高窟的由来 呃 它的历史是 要说的话真的是 很很大的篇幅都说不完 但我觉得一个莫高窟的一个 呃 新起啊 建起的一个最初的一个 呃 初心的话 其实就是对抗苦难吧 因为像敦煌啊 就是这段丝绸之路呢 沿路都是充满各种天灾 人祸 然后让路上的人啊 其实都会 经历很多的苦难 然后这个莫高窟的建成 呃 那个电影里面也说了 就是为了呃 用用一些 呃 信仰啊 来对抗苦难 让 呃 人有所依托啊 主要是这样 至于感触比较深的话 无论是莫高窟 还是我们的人生吧 其实都是 祖旋律都是 在苦难当中 就是度过的 然后我们一生都可能是 为了对抗苦难 这样活着 然后我想问一下 月宜啊 怎么说呢 刚刚看 看了两部电影 给给你 你觉得那些壁画里 你看得懂吗 看得懂吗 嗯 不能看得懂 但是 那个 这个影像 太好 还是蛮震撼的 对 这个其实看懂 还是要 有点 衍生月历 才可以看得懂 怎么说 怎么说呢 呃 比如 有些壁画之类的 就会让 一些 其实 敦煌里面 莫高窟里面 有很多的壁画 都是 用来记载一些故事的 我刚刚最印象最深的 还是跳远思苦 这个画 就是为了 救老虎 还有他的孩子 就 捨身取义了 作为现代人 说实在 还是很难理解 这样的行为 那你怎么理解 我是怎么理解 然后 这其实 跟那个 头牙四股 也 有种类似的情境 是 你要去救一些 因为 你心中想救的东西 其实是 要有割舍 这割舍 就是代价 这代价 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其实很难顶 有时候是 一些钱 有时候时间 但是有时候 甚至要自己的命 但是 总有一些人 为了心中 想救出的 想救出的一些东西 会捨去很多东西吧 其实最最 我觉得最讽刺的是 他救的是老虎 老虎明明是伤害的 在你的印象当中 就是 围阔人间的一个东西 但是 那个 故事的主人 那个 他就不计较 反正他就 觉得 看 就想救救 就想办 然后 也不计较结果 到底是怎样 我想 这个我还是做不到 很多时候 我们 帮助的那些人 和事 其实我们都很难 去为得出 到底是不是老虎 或许 我们 我们主观上看的 帮的 可能觉得他们是好的 但是 如果从客观上看 嗯 我们帮的 可能是一些老虎 然后这些老虎 可能在我们帮 住之后 还会伤害人 但 这个 到底 该不该帮 我也不知道 因为 现实当中 也有很多你帮了 不该帮的人 到时候 还会害了你 那肯定有故事 像 类似情况 现实当中 不是很多 但是 那个壁画的人 他到 名字是苦 名字是坏的 他也帮 这个觉悟 我还是 我还是做不了 好了 就说到这里 看一下外面的人 哦 看一下 现在 哎哟 都是戈壁滩 你想想 那个 墨高窟 就在那么遥远 那么边缘的一个地方 离那个市区 哦 好遥远哦 那买菜怎么买 哈哈 买菜都买不了了 这么远 用 用无法种地 真的挺佩服那些 当初在墨高窟 就是第一个 在墨高窟修行的人 开 开绝 那个洞窟的人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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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蛮 蛮佩服 下来了 下来了 终于看到 墨高窟了 好广阔的世界 哎 哈哈 哦 前面就是墨高窟了 那个 那个 哇 下面的 河呢 都被白雪覆盖了 我们先 我们已经来到了墨高窟这里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了 大概了解一下 这墨高窟的 一个 構造 我们现在呢 就在停车场这里 从这里就可以 过去墨高窟了 这里有个正门 然后 这边 后面都是低化 然后 这里有个最大的塔 里面装 就是 里面做 就是 比较大的一个佛像 这边都是一些广场之类的 好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 去看一下 以前的人是怎么 怎么 摧爽到这个地方 好像是说 在这边看到了 一个 曙光之类的 我觉得 非常 非常特别 就觉得 应该在这边 建造石坡修行 建了第一个 后来越来越竞争 就建了很多很多片 就 连续建了一天 好像是一天年 到唐代为止 就最为兴盛了 现在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拍摄的 因为都是外景 但是里面的话就不 外景还是可以尽量拍摄的 小心点啊 你们 那个地很滑的 手上拿着都是一些贵的东西 要不你们踩着雪吧 踩着雪 不会那么滑 这边里面偏好啊 很多都是石窟 我们进去 现在跟着导游去 去看摩高窟吧 外景还是可以拍的 进去看摩高窟了 待会进去就看 拍不了了 所以在外面拍一下 两个小妹妹在后面拍着 一个 两个 拿着各种摄像机的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破的 东西上次在当时被喇嘛所居住的 他有一个后来人 他没有办法去到那边 于是他自己找了一个落脚的地儿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藏面的 也就是原始的下寺 后来呢被称之为三清宫 再之后呢存放了藏面 弄的一些内容 就是里边复刻的一些文物啊 包括一些图片性的 文字性的一些介绍啊 藏起来往常见过 原始牙体是什么样 你就这边抬头往上看 看它出出来的这一部分了吗 那就是它本身的牙体 九泉系第四季沙里 里边的这个花钢岩啊 水泥砖块啊 包括一些钢筋混凝土 这本身目的都是起到一个 外观牙体加固保护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门 这个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由香港的一位慈善企业家 邵一夫先生 当时捐了一千万元港币去安的这些旅河金门 所以说为什么说看蒋介员 有时候开门的时候感觉那么费劲啊 因为它到现在有很多很多里的历史 这么高谷 好多的窟洞啊 每个窟洞里面 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是佛像啊 金变化啊都有很多的一些寓意 而且有些洞是特别小的 这个洞还看起来挺大的 就是墨高窟这边呢 其实洞窖还是蛮多的 但为什么有些洞就没有开放呢 因为有些洞啊 它的一个破损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就怎么说呢 就不完整 就看的意义呢 就不是很大 有些洞的内容也是重复的 所以有很多洞呢 就无法去看 就开放了一部分 也是最完整最有 最值得去看的 好现在进去再看一下 由于墨高窟里面是不可以拍摄的 所以呢 我就在网上 就找了相关的一些图片 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真的进窟里面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明亮的灯光 都是很昏暗的 虽然经历了上千年的岁月清晰 湖里面的佛像啊 还有金变化都变得很破坏 但自身其中会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 每一笔每一画 在它背后都有浓厚的信息 等待着我们去领悟 除了拍这边的窟啊 游客也很值得去拍一下的 每一个人呢 都有他的故事 能来到这里 都是有缘分的 跟导游合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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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坐下虽然有了 但是他的腰伸啊 之类的 还是看得非常的完美 走着走着 看着看着就开始下雪了 看到雪花飘下来了吗 上面还让天白云 结果下面却飘着雪花了 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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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去吧 继续往前走 终于看到这边 这是我看到的最大的一层楼 也是 应该是末高窟最有标志的 新的一栋楼域了 哦 好像叫七层宝塔 哦好高哦 人秀那么大 肯定 听说都是 财力肯定很厉害 现在已经 这是最后一站了 看完这个 最七层宝塔的话 然后里面是 呃 全国最大的一个 四类的一个佛像 也是 应该是一个 当时最有财力 最有 四类的一个家族所建造的 所以就 很有继练意义 五点半了 我们要赶快 呃 坐最后那班车 回去了 本来还想呢 停下来可以好好的 拍摄一下 没想到呢 就根本没那个时间 一出来就马上要赶车 走吧走吧 走吧 我们这趟摩嘎库旅程也结束了 你今天整个过程有什么 怎样的一些感受 心内心的感受 好漂亮 你那个佛像很漂亮 嗯 值得来一趟 累不累 不累啊 不累啊 观赏的东西不累 哦 还有人给你讲解 挺好的 嗯 好了 坐车回去了 摩嘎库之旅 结束 现在回去了 那边 就是敦煌寺 现在太远了 看不清楚 我放大一点 看得 看得清楚一点 那边就是敦煌寺 你这里摩嘎库还是蛮远 周边的是戈壁滩 一片荒 要加密封面 互相